当选总统拜登据报正在考虑让前环境保护局局长吉纳麦卡锡担任整个联邦政府监督气候政策的职位 如果被选中 麦卡锡将成为拜登政府在国内的气候问题负责人 并对拜登政府指导联邦机构遏制气候变化的努力具有监督权 该职位不需要参议院投票确认 麦卡锡的角色将与前国务卿约翰·克里相似 克里在最近几周被任命负责拜登政府的全球气候议程 拜登也有望在未来几天提名环境保护局局长的人选 麦卡锡从2013年到2017年领导环境保护局并担任清洁能源计划的设计师 自卸任以来 他一直担任环境宣传组织的主席 该组织在回应中表示 麦卡锡此前曾经否认有兴趣加入拜登政府 该组织发言人说 吉纳很清楚她致力于推进环境宣传组织的工作 拜登已将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列为其议程的主要任务 并且誓言要使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